欢迎来到儿童影展假日电影院 今天要导读的故事特别动人且充满文化特色 一起来看西班牙剧情短片 爸爸的红衬衫 故事主角是生活在西班牙的男孩阿金 从小爸爸就带着他参加蝶人塔比赛 在阿金心里这不只是当地的文化盛世 因为每次穿上队服跟上爸爸 那宽阔肩膀上象征勇气的红衬衫 就是阿金崇拜了对象仰望的目标 然而在一次蝶罗汉失败后 阿金自己受了伤 爸爸更在几日后骤然离世 自那之后 妈妈便不希望阿金再去练习蝶罗汉 反而带着他画画 给他沁身来转移注意力 但阿金仍旧感觉非常空虚与失落 因为蝶罗汉是他的热情所在 也是爸爸一生的心血结晶 在又一次大赛前夕 阿金再次披上红衬衫 偷跑去了比赛现场 后面是陈坠落受伤的失败经验 前方又要面对从未成功过的人塔高度 他却鼓起勇气 毫不退缩 最终成功完全挑战 在真正习能够的失败 在我发现 从未成功之夜 ��며地门的失败 胜利 打电阳的失败 在我发现 从未成功之夜 在无敌人的失败 从未成功之夜 上未成功之夜 在无敌人的失败 在无敌人的失败 和亲人有关的回忆 物件总是不计其数 而当有亲人意外逝去时 更会发现 自己与他之间的连结有多陌生 面对充满伤痛的生命问答题 任何人都可能选择逃避 或想尽办法淡忘 但爸爸的红衬衫 却给出令人动容的正确答案 男孩阿金没有放弃 大大拥抱了爸爸曾带给他的教会 不仅如此 阿金把爸爸安放在心头高而明亮的角落 给予他动力 驱使他向上 所以在塔顶的那一刻 因为勇气 因为爱 他能感觉到与父亲前所未有的靠近 等短十分钟的剧情里 节奏流畅 意义感人 也让观众有机会见识 叠人塔这项惊人的民俗运动 它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特殊传统 也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本片选择这个文化主题别具意义 人塔可以叠六至十层 本身就是关乎勇气的极限运动 最下面一层是人人都能支援的基础层 而最上面的三层通常有小孩担任 更具现化了主角阿金往上走 跨越过去超越自己的历程 今天的儿童影展 假日电影院就告一段落啦 任何心得感想都欢迎一起讨论 我们下周见 拜拜